医生的本事就是看病救人,而警察的责任则是抓捕犯人,可谓是各司其职,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责。 然而前段时间,在浙江的一家医院里,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,却抓到了一名给人投毒的人,而这个人竟然是患者的妻子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6月7号,浙江的一家医院接治了一名肚子疼的男子,他说前段时间因为脚疼就开了点中药吃,可没想到刚吃了三天,就开始上吐下泻的了。 医生,原先肾功能是好的,吃了三天中药以后上吐下泻,当地区化验说,它是尿毒症,说治不好送到我们医院的,当时觉得是肾功能不全,可能跟上吐下泻有关系。 但是后来把水电解质都修正平衡以后,肾功能不但没有好转,而且逐渐出现了呼吸衰竭。 这个用一般的拉肚子什么,是没有办法解释的,尤其是肺功能急剧的进展,马上几天的功夫就呼吸衰竭了。 更不能用一般的中药,引起的副作用来解释,难道不是因为吃了中药而导致的,那这名男子,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呢? 他的兄弟姐妹都非常着急,天天追着医生问,可唯独他的妻子不闻不问,甚至还有医药放弃治疗。 他惯了生老病死,对于他妻子的反应,医生们也都没在意,不过他们却更着急,找到男子的病因。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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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